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 他则是在东京附近的 横须赫海军基地表示 美国跟日本将研究 在东亚海域巡逻的美国军舰 能否在日本造船厂进行检修 伊曼纽很坦白的说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增强 对中国的军事威责力 如果美国军舰能在日本检修 将可以协助美国在东亚地区 有更多舰艇做好战斗准备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